高鹏终于坐不住 出手就下了准天时地遇到的同族人 但遇到地府冥王的子女 于是高鹏派出阿呆前往应战 本集故事开始 惨白巨手抓了个空 手掌拍在地面 一块块岩石不规则地凸起 大地均裂扩散 五根手指微微抽搐 扑吃 手被裂开一条缝隙 上面浮现出一颗漆黑的眼睛 为什么 我的食物们不见了 围观的众人神色骤变 祭品了 不好 祭品不见了 大人息怒 场边众人纷纷祈祷黑雾后存在的原样 惨白巨手在地面随意一摸 粉尘喧嚣 起伏不定的地面被一掌抹平 只剩下一条条裂缝光滑平整的盘踞在地面 两根手指一勾 点向一旁人群突然就见两根巨指如柱子抓了 一名面白无虚 耳根微微泛着轻易的少年趴在地上 瞇着眼睛打亮四周 随后目自欲裂 别捉我吧 手丑 送行队伍里一头头顶弯脚 宛若参天大树的长毛黑牛鼻孔里 偏扑出两股人叶 水雾汇聚成刀 半透明的水刀轰隆斩下 两根手指直接被斩断 手指上夹着的人影也随着两指掉落摔下 哄视两指 聚手暴露 疯狂地在虚空中挥舞 三根手指抓得墙壁智力破释 俗中长老大惊失色 方言 你做什么 你可知你闯下了何等大悟 名为方言的少年用手撑着地面亮枪的战情 因为跪久了腿有点麻 方言嘲笑道 就这样一个废物货色也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我看你们是贵酒 看什么都高人意的 真是可笑 高鹏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有脾气 在高鹏身后瑟瑟发抖地站着十几个人 他们站成一堆 偷偷打量高鹏的背影 就是这个恩人将他们救下来 只是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高鹏回头看了一眼这些人 问道 你们来自哪里 这几人似乎没有料到高鹏居然问他们一个这样的问题 迟疑了好久 然后面面相聚 一个人小声说道 启禀大人 我来自火汤部落 旁边一人赶紧拉拉拉那人的胳膊 胡说什么 语气满是交集 这些异族人坏得很 谁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阴谜 骗他们说出部落的地方 然后趁机把他们一网打尽 以前又不是没有干过这种事 火汤部落 高鹏沉思 他可以肯定 上古部落里绝对没有火汤部落这四个字 如果他没有欺骗我的话 那些火汤部落就不是我们那边的人 他们也是九天十地的祖先 和上古部落还有地心有的共同的祖先 看这些人的境地 这种严格的世界 没有力量就寸步难行 连街头都跑不出去 另一边 方言的玉兽 球仇不断击败那只惨白大手 大手看上去凶猛 但在球仇的攻击下连连败腿 很快大手就缩回去 哇 婴儿的哭声从黑雾后面传出 黑雾笼罩的范围陡然整大 黑雾之中夹杂着闪电 四周众人纷纷跪起 祈求着冥王息怒 祖老看见出现的冥王后瞬间底气变怒 大声呵斥方言 方言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今天出来的只是冥王大人的爱子 那不是真正的冥王大人 现在好了 冥王大人震怒 你拿什么去向冥王大人息怒 你是在害死其他人 黑雾里一扇黑红色的巨门缓缓浮现 巨门上有着两颗硕大的眼珠 眼珠向下旋转 上面布满了血丝的眼珠因狠不辣 你们竟然敢伤害大人的独子 等死吧你 说完巨门张开 漆黑的裂缝里噴吐出大量的黑雾 黑雾遮天蔽日 黑风怒火 整座阎城都仿佛置身于一片阎罗地义 一只大手从门内伸出 大手极大 上面套着红色的绣袍 绣袍上绣着恶鬼 修罗 伪兵 判官 五指清白 指甲漆黑如墨 高鹏疑惑 这冥王的气息怎么这么烈 一只圣极的鬼物 他还以为至少是一尊神明 谁知道这家伙身上的气息不过圣极巅峰 不过扫尸一眼城里其他人 气息更弱 连圣极都没有 更是一群弱鸡 从门内探出来的大手 先是警惕地在周围查探医 没有发现值得警惕的对手后松了口气 轰隆隆 领域从手掌上散发 街头十字口这片区域 化为一片人间地域 所有的房屋 大锅都消失不见 只剩下荒草七七的园女 四周几株鬼手术 孤零零的生长在原地 我乃严成地府冥王 而等冒犯神使 该当 声音戛然而止 环境破碎 在黑红色剧门里出现惨叫声 我错了 饶命吧 惨叫声很熟悉 好像就是那冥王的声音 众人面面相亏 不知道如何是好 过了许久 剧门破碎 一个漂浮在虚空中的身影 顿入天群 消失在天边的镜头 只留下一片狼藉的剧门 高鹏深吸一口气 转身走出房间 走吧 我们出城 白海玄走进来 他带来了一批新的衣服 还有头罩 以及斗力分发下去 高鹏说道 想出城就跟我走 半个小时后 一行人全部离开岩城 站在山坡上 吹着凉风 望着远处漆黑起伏的群山 有人眼眶一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佬 全部跪了下来 不管是不是真心的 至少这一刻 他们都表达了自己的善意 高鹏弹幕说道 你们准备怎么办 没有御兽 身份也有问题 就算城里的人不追你们 你们也跑不出这片森林 虽然很刺耳 但却是事实 他们看向高鹏 他们虽然不聪明 但也不傻 高鹏既然这么说 那就肯定有办法 高鹏森然笑道 带我去你们的部落 我保护你们 人群骚动 高鹏见他们不为所 点了点头 如果我要杀你们早就杀了 我对你们部落没有恶意 突然有人开口说道 带他去吧 其他人骚动 转过头看向说话这人 这是一名头发花白 皮肤有黑的老人 虽然年迈 但却精神硕硕 他似乎很有身份地位 说话后其他人都默认 咔擦 咔擦 远处传来枯叶被踩中的声音 一名身材高大魁梧的骷髅大步走 墨绿色的长袍照住身躯 做得不错 至于那头圣级鬼屋的下场 高鹏也没有戏文 但既然阿呆完好无所地出现在了这 想来应该也是被阿呆彻底吸收 用来壮大领域了 玉兽所带来的强大压迫 让这些人略微喧嚣 现在的他们手无寸体 更是没有玉兽傍身 面对其他怪物和玉兽 自然是有些等歉的 见高鹏视线扫乱 这名老人当下弯腰就准备跪下 高鹏将他扶起 老人家不必如此 老人感慨地说道 我相信您是一个好人 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离部落向来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自然不会做恩将仇报之举 高鹏取出了地图 这是整个九天的地图 当然也至少一个大概 像很大一部分地区 都只是朦朦胧胧胧地 写了一个本地 南荒 废墟之地等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地图上面 名誉国占据了整整五分之一的地盘 旁边的枯荣国占据了六分之一的地盘 在地图上 名誉国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对于一些没有出购国 或者只是在邻近国家出行过的人而已 这个地图上包含的就是整个世界 老人浑浊的眼睛扫视地图一会儿 胡萝卜粗的手指点在一个方向 大概就是这边 乳液 高鹏他们睡着 树林的另一边 地面被清扫得干干净净 地上的枯枝碎叶被扫在一旁 这些人蹲在一起 小声商议着什么 声音非常小 甚至有时候不说话 干脆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头顶树枝上 隐身的以龙默默站在高处低头苦难 将他们写的字看得一清二楚 制作不易 看完点赞 赞赏里的小红花就拜托了 完了完了 高鹏居然被三个准神围攻 他究竟该如何应对 本集故事开始 以龙蹲在一旁 主人 这就是他们谈话的所有内容 声音在高鹏心底响起 高鹏靠在身后树干上 眯着眼睛看向远方像是在发呆 实际上却在默默倾听以龙所讲述的每一句话 高鹏对甲骨文也有所涉拟 对异族人的语言也精通 联盟带猜之下大致能够听懂他们谈论的什么 那些人写的字有点类似于甲骨 其中也掺杂了部分异族人的语言文字 这几日下来 每日高鹏白天带着他们赶路 夜晚就休息睡觉 虽然高鹏他们不需要休息睡觉 但这些普通人还是需要休息 听以龙讲述完今晚他们交流的东西 高鹏默默咀嚼消化 原本以为在九天十地这边只剩下一族人 没想到居然还能看见同族人 姑且就把他们也当作同族人吧 毕竟都是黑头发 红色的血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高鹏也不会暗中救下他们 从这几天他们的谈话来看 高鹏大致知识 在南方他们还有部落存在 虽然不知道这些部落实力如何 但就凭这几日高鹏所见所闻来看 地族人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内乱 看来也没有什么外患 这些部落的实力应该不强 只是凭借地利偏居易语 否则也不会被打压得这么惨 正当高鹏想着 周围突然升起几股强横的气息 一前一后直接将高鹏他们困在中央 你们看他们居然勾结红血奴 你看他们还就走了严城里的红血奴 说不定这几个人也是红血奴伪装的 高鹏脚步一顿 打量四周 你看看认不认识他们 一个黑影被抛出来 摔在地面 少了一只手 脸颊还有衣服上全是血迹 看见此人的一瞬间高鹏心底咯噔一些 这是和他们一起过来的十人众里的其中一人 皮底 在坠心城的时候脱离了队伍自由行动 摔在地上的皮底抬起头 脸上血迹未干的他脸颊上沾染了许多枯树液 愧疚 碰我 自责 决然 重重情绪在他眼中流露转动 脑袋很快又垂下去 压抑着喉咙说道 认识他们与我是同一个部落出来的 我都说出来了 你答应过我让我一命的 一个巨傲的声音传击 果然 你们这些卑贱的红血骨 不老老实实地归缩在那鸟不拉屎的南方 居然还敢跑到我鸣玉帛来岗市 三道身影成三角形将自己等人围在中央 无论从哪个方向逃离都会受到两方的夹击 同时背部也会受敌 三道强大的气息全部都在圣级之上 准神 强大的气息让除了高鹏以外的其他人连一动都难以做 仿佛一座大山压在头顶 这下麻烦了 高鹏没想到身份暴露会这么快 但现在去责怪某人却又没有意义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逃走 这里是鸣玉帛地级 如果战斗太久很可能会引来更多存在的主体 而且高鹏更想知道鸣玉帛的神级玉石有没有出现 这三名准神道并未被高鹏太过放在心上 给他的威胁都不大 但高鹏从未和神级玉兽交过手 但听胖大海所言 想来应该是极为恐怖的 虚空中突然升起了大雾 白的浓郁散不开的大雾遮天避玉 方圆千里都被笼罩在大雾里 哪里逃 一声怒吼 金色的领域仿佛极光战狼 金光纵横天地将大雾剿灭成粉碎 眨眼间的功夫大雾就被切碎大片 场地中央其余人都不见踪影 只剩下站在原地的高鹏 还有漂浮在高鹏身边的一只荧光闪闪的小水母 以及左边的一只胖头鱼 三人通过空气中残留的空间之力 还有高鹏的举动猜出了高鹏的降组 那些人都被那只水母收入空间里 他想逃 皮底因为距离高鹏距离较有 依旧躺在地上 不吃 一只蓝色巨掌落下将他踩成一滩肉米 左前方是一只湿头露深的玉兽 踢表有蓝色的鳞片 刚才那只落下的巨掌就是他的左前掌 踢表流淌着浓郁的水元素气息 是一只水系准神 右前方则是一只通体有黑 除了红色眼睛以外 其他部位全是纯黑的阴影系蜘蛛准神 后方给高鹏的感觉最为危险 如芒在背 正是前几日见过的那只时间系名誉天尊兽 右臂单手持着精细神器长矛 是单单 高鹏突然脑海惊醒 在他身体里出现极其强烈的危险警示 一瞬间高鹏就发出念头 融合 选择对象 高鹏的身躯化为残影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一杆锋利的枪胆捅破高鹏的残影 在他后脑勺处留下一个挽大的圆口 胖大海眼睛转动 眼底闪过一丝胸利 像是一条被激怒的狗 嘶牙咧嘴 阿淳也被高鹏同一时间收入玉兽空间 一根枪胆就如鞭子一般斜裹着 雷霆万钧之势抽打在胖大海侧面 仿佛火药爆炸 胖大海侧脸被抽得皮开肉地 血肉纷飞 与其都在这一边落下的瞬间被抽爆 嘶 高鹏和玉兽选择合体 也自然继承了玉兽的痛剧 这一刻高鹏只感觉自己的左脸颊 仿佛被一根又粗又大的铁棍底刺 高鹏的意识一瞬间就被给抽猛了 不过高鹏被抽猛 胖大海却没有被抽猛 借着这股被抽飞的惯性如皮球般飞出 落在那只阴影准神之猪跟前 阴影准神之猪反应迅速 四条猪爪如长枪猛刺 漫天幻影暴射 脚底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化为一片阴影则舞 黑色的突刺疯狂从阴影里杀出 头顶四根高抬起而又落下的猪爪 更如长枪暴射 阴影 荆棘之森 像个皮球一样的胖大海被阴影刺的鲜血淋漓 身上多出了无数个血苦 胖大海虽然竭尽全力驱使空气中的水元素 在体表凝成铠甲保护自己 但面对这种同级别存在的大招 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只穿刺葫芦 另一边的水系准神虽未出血 但嘴巴张开 一颗高度浓缩的水刃急速旋转 被它高度浓缩的水刃比之晶体还要坚硬 阴影的水元素温度极低 在接触敌人的一瞬间就能将敌人冻成冰块 后续旋转的水刃能将被冻结的敌人化为粉末 它在蓄力 等待胖大海露出弱点的时候一击必杀 像个皮球一样被踹来踹去的胖大海眼睛微眯 随波逐流 愿由那无数阴影突刺将它刺穿 只有阴影准神之珠的爪子在落下的时候用力翻滚躲 好像也太弱了一点 明御天尊兽眼底露出一丝警惕 正要提醒 滚到阴影准神脚下的胖大海突然抱起 好 比阴影还要极端的黑 要吞噬一切的大恐怖 飞沙走时 树木被犀利弯曲折断 股头不知道断裂多少分 撞在远处一座山上 山峰猛然一震 山腰处烟尘弥漫 一条裂缝从山腰向上延伸 一直将整座山都分成两半 站在阴影蜘蛛准神的视角 眼前的胖头欲突然抱起 这张嘴化为一个黑洞 黑压压的如一座山吞响 阴影蜘蛛准神下的魂飞魄散 它感受到了法则的气息 这家伙有神气 制作不易 看完点赞 赞赏里的小红花就败错了 潮汐神胖大海栗战三位准神 听尽全力怒斩两只 但自己却身负重伤 面对强大的鸣玉天尊兽 胖大海又该如何应对 本集故事开始 地上的土石节节军裂购送 冲天而起飞入头顶的锯口里 就连阴影蜘蛛准神也错不及防之下 被一口吞了个魂轮 斜 斜后方鸣玉天尊兽抱贺 蓄力两秒之久的右臂猛然 制出一道白金色的长虎 这一刻 高鹏 胖大海全部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就像一个人跪在地上 眼睁睁地看着眼前一个疯子 拿着菜刀疯狂砍下来 咚咚咚咚咚 胖大海的心脏跳动速度 一下子翻了树 激素分泌 潜能彻底激发 虽然背对着后方 但鱼眼的特殊 还是让他隐约察觉到了 后面那一面炫目的白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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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头啊 胖大海疯狂咆哮 但身体的速度 在这一刻无法跟上思维的速度 眨眼间 白金长矛距离胖大海脑袋 只有十米的距离 极端的锋利之气割碎虚空 甚至在虚空中留下一条隐约的黑色细细 胖大海血肉模糊的左脸颊 被这股气刺 向内凹陷出一个小口 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又被刺了 鲜血就要顺着伤口向外飙出 仿佛一朵即将盛开的花 世界的节奏在这一刻放慢 所有的一切都像慢镜头 恒痛惊醒了胖大海 它的身躯现在还无法抵挡神器 现在能够抵挡神器的只有神器 无尽轮回迷宫 白金色与金色碰撞 恐怖的冲击波先飞胖大海 体积暴涨至白米长的胖大海 瞬间被冲击波先飞 咔嚓 白金长矛刺入无尽轮回迷宫里 两顶神器奇怪地镶嵌在了一起 让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白身金头的长笔 风龙龙龙 烟尘弥漫 胖大海不知道撞碎了多少大树 山坡 没死 明玉天尊兽诧异了0.01秒 居然一下没死 那就再来一下吧 石之奇书 时间暂停 明玉天尊兽熟悉地望着眼前被石停的世界 空气中漂浮着枯萎的落叶 地面有溅起来的泥浆 空气中的风 头顶的云 折断的树 大地的裂缝 喧嚣的烟尘 所有的一切都这股神奇的力量所暂停 哪怕不是第一次进入 明玉天尊兽也为这股力量而赞叹 只是时间有限 每一分每一秒 改变时间暂停里的一切都需要耗费它的力量 所以它需要以最短的时间解决战斗 小心避开所有障碍物 以直线小跑至白金长矛前握住长矛 看着插在长矛顶端的无尽轮回迷宫 明玉天尊兽有些惊讶 虽然是神器 难怪它能够挡住刚才那一道攻击 白金长矛似乎和这个金色不规则方块 神器镶嵌在了一起 明玉天尊兽握住两个神器 体内的力量飞速流逝 明玉天尊兽脸色微变 这力量流逝太快了 它坚持不了多久 毕竟它现在还只是准神 接触拥有法则的神器消耗太大 砰 两个神器被分开 迟疑了片刻 明玉天尊兽不敢让神器和自己接触太久 将无尽轮回迷宫放在地面 然后迅速跑向胖大海 盯着胖大海左脸颊溃烂的伤口 高举手中长矛 狠狠刺下去 呼吃 肉被挤开 血液似乎想要流出 但在这时间暂停的世界里 血液只是被力量减 依旧攀附在伤口周围 刺穿了皮肉 微微一顿 一个有点坚硬的东西让它手底一沉 应该就是头盖骨了 这无数年来 它不知道刺穿了多少个头骨 这个头骨的坚硬可以排入前三 但也到此为止 结束吧 咔嚓 那是头盖骨破碎的声音 明玉天尊兽似乎听见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眼底露出几分狂热 这是第几只死在它手中的准神 在神器长矛面前 你那引以为傲的头盖骨和豆腐 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时间系 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属性 明玉天尊兽突然看见 眼前这只准神突然动了一下 是我的错觉吗 这可是时间的力量 又有谁能够在时间的伪力之下 击碎时间的领域 右手加大力气 但白金长矛似乎刺中了什么坚硬的东西 迟迟未能寸进一步 胖大海阴沉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妈妈有没有告诉我 要小心带金牙的熊鱼吗 明玉天尊兽愣了一下 啥 等等 他怎么会说话 明玉天尊兽突然警醒 后背升起一丝凉意 这家伙 这家伙 突破时间领域了 胖大海凶狠地转过头来 死死盯着明玉天尊兽 嘴唇裂开 里面的金牙闪闪发光 敢插我 小兔崽子你死定 破水流泡 杀 极远处一道蓝色的水柱 打断了胖大海 装逼撕了他一领 锋利的水柱顶端并不是平整 而是不规则的尖刺形状 高速绞杀的尖刺 爆发出凄厉的声音 胖大海被水柱淹没 明玉天尊兽 想要继续使用十字击书 但只是激活的一刹 那就被赶出那个状态 头云眼花 差点跪倒在地 抬起头震惊地望着 被水柱淹没的那家伙 他变得更恐怖了 轰隆隆 天空积攒起 黑压压的乌云 水越来越大 开始泛滥 虚空中不断凝聚出水柱 倾盆暴流 脚下地底水也被接引出来 充斥在地面上 远处的江河里的水 也受到无形之力的吸引 有如经溪水般被吸入空气中 抬起左手 实质的手掌对准虚空 往下虚暗 虚空扭曲 无形重力撕裂水面 暴露出下面空荡荡的河水 怪物呢 冥冥之前还在这里的 轰隆 远处的水面掀起千丈巨人 浑浊的水浪中 一头漆黑的海兽猛然翻 尾巴扫上天空 在他口中 准神玉兽被含在嘴里 胖大海口腔里 十几排密密麻麻的力齿 仿佛绞肉机一样疯狂旋转 如果是其他属性的怪物 哪怕就算是火系的怪物 胖大海都不会对付得这么容易 但如果换成一只水系的怪物 胖大海只会裂起大嘴 露出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牙齿 森然笑道 我可是海洋之神了 狠狠像那几啊 口腔里血肉蹦减 胖大海脸颊上的伤口 也迅速愈火 转过头来 巴克眼睛凶光毕露地 盯着明玉天尊兽 明玉天尊兽 看着这头凶兽嘴角流出的鲜血 他可不会天真的认为 这是这头凶兽流出的血 嗖 一瞬间 明玉天尊兽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出现在一百公里外 回头看了眼身后的泽火 不敢迟疑 反重力施加在自己身上 一瞬间就化为一道火箭消失在原地 高鹏有些沙哑的声音 回荡在胖大海脑海里 他能够察觉到现在的胖大海状态 对几 大海 你没事吧 胖大海眼睛一该 没事 我们要快点走 否则上面的人追过来很麻烦 胖大海眼前水浪一举 水底的无尽轮回 迷宫被胖大海一口 昏入口中 一个翻身就冲上天空向远处飞去 高鹏也不知道胖大海飞了多久 在天空中 胖大海的体积早已恢复到了原本两米的微型状态 最后啪大一声摔入河里昏迷不醒 虽然高鹏还清醒着 但现在胖大海的身体依然很不对劲 很不健康 而且状态非常差 强行驱使胖大海的身体 只会让他的身体陷入更糟糕的状态 脱离合体状态 高鹏出现在河底 直接吞了一大口水 一头看见从河面摔下来鬼鬼祟祟 想要靠近的荆棘恶龟 看见突然出现了高鹏 龟眼一瞪 嘴巴很人性化地张开 搜的一下脑袋就缩回壳里 在他身后一只体积小了一半的荆棘恶龟 兴奋地滑向高鹏 留在前面的大恶龟 抬起前掌往下一抽 小恶龟彪的一下被抽翻在河底 脑袋埋进了河底的泥浆 高鹏有些焦急 还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追上来 还要跑远点才行 于是将胖大海收入玉兽空间 在玉兽空间里一切都是静止 包括胖大海的伤势 反手召唤出乙龙合体 乙龙开启藏匿飞行模式后 向南飞了三天三夜 制作不易 看完点赞 赞赏里的小红花就拜托了 胖大海身处重伤 小黄立志突破准神 阿代距离准神只有一步之影 本集故事开始 高鹏逃出对方的领地 这才停下来 找到一处隐匿的煽动歇息 召唤出银闪闪的阿蠢 阿蠢一出现 就啪的一声抱住高鹏的脖子 高鹏 吓死阿蠢了 小家伙现在还心有余计 三个超胸的家伙盯着他 可把他吓惨了 有点耸的小家伙 过了好一会儿才松开触手 颤颤巍巍地 从空间里掏出一瓶果汁 一直打不开瓶盖 高鹏微笑地说道 别怕 他们被大海打跑了 阿蠢这样的反驳 我没怕 只是那些抖得比电风扇 还要快地触手触慢了 阿蠢打开空间 将那些人释放出来 晋级地击以后 阿蠢的空间能力 就拥有了临时储存活物的能力 之所以说是临时 是因为空间里的空气是有限的 而且里面没有阳光 并且这个空间相对不稳定 但当时也顾及不了那么多 胖大海从昏迷中醒了一次 就说了一句话 把我放进水里 就重新昏迷不醒 望着眼前平躺在小溪里的胖大海 就像菜市场里 翻着白肚皮的大头寄语 高鹏心情非常复杂 小黄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高鹏身后 左手放在高鹏肩上 低沉的声音富有此性 高鹏 节哀顺变 本来翻着白肚皮的胖大海 突然惊醒 瞪着芝麻大的眼睛 死死盯着小黄怒怒骂 劫你的大头鬼 老子没死 说完又啪的一声 躺进小溪里生死不响 小黄 小黄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憨厚的笑道 那你也不说一声 躺在小溪里的胖大海 没有动静 更没有理会这只死鸭子 看着胖大海这副死鱼模样 小黄脸上的笑容 逐渐收敛 高鹏 等我突破准声 下一次那家伙交给我来对付 我要捶抱他 有属于小燕 一蹦一跳的脚步声 从身后传闻 利 你要是做不到以后 就别说是我的你 一众玉兽望着 躺在小溪里的胖大海 心情都非常复杂 作为主人的玉兽 以前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他们都是第一个上层 但现在自从有了胖大海以后 每一次主人遇见的危险 都是交给胖大海去解决 当然 事实上也只有胖大海 才能解决那些骄傲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可正是因为是事实 才让他们感到心塞 当对手是圣级的时候 交给胖大海解决 可当他们好不容易 突破到圣级以后 主人的劲敌又变成了准神 还是只能交给胖大海去解决 现在胖大海 为了救主人和他们 变成了一个瘫痪女 他们心底野蛮过意不去的 辛苦你了 但从今天以后 你不再是一个人战斗 你女儿身上没有几根毛 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你照顾了 哎呦 碧云你捉我干嘛 我一定会帮你报仇了 我现在相信你以前是一只神了 估计 我多给你一瓶果汁 某只吝啬的水母 心疼地撒了一瓶果汁 淋在胖大海身上 撒完后哭唧唧地躲到树上舔瓶盖去 舔着舔着又黑黑傻乐器 白海璇担忧地说道 他们不会追上来吧 放心吧 他们不会追上来 高鹏给予他信心 至于追上来 说句不忠听的话 高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 而且以龙全城隐秘踪迹 除非他们有擅长追踪的神器或者神级御守 那好吧 高鹏淡淡说道 嗯 你们先去好好休息 不要在外面生鸣 就在山洞里生点小火就好 小黄心冲冲地说道 高鹏 我去捉点吃的 高鹏对小燕说道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原地 碧云 啊不 小燕 你看住小黄 小燕气得毛都炸起来 一根根蓬松的毛发向上竖起 化作一个毛团子 高鹏 我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 没想到你和他们居然也是一样的维俗 小燕气得浑身上下都在冒冷 媳妇息怒 息怒 小黄赶紧跑上去安慰小燕 不断摸着小燕背后的毛 你生其他人的气也就算了 高鹏可是我们的大金主 千万不能得罪 小燕脸色压抑 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身上的毛发蓬松 炸成一个毛团子 虽然已经尽量平息情绪 但因为过于绷紧的肌肉 还是让毛发不可避免的炸起 刘光最近和招财混在了一起 自从七小只被融合以后 虽然七小只的意识没有消失 只是共用一具身体 想要聊天交流的话 随时都可以去找尹 但刘光找招财的频率还是低了许 说好一起走 你却偷偷长了个 刘光感受到了来自世界深深的恶意 他发现还是招财小兄弟比较高知 一只招财 一只刘光 勾肩搭背地往森林深处走去 小燕 大子他们都蹲在某处前胸 吸收空气中游离的元素 因为出了这件事 他们也没有心情浪费时间 恨不得把每分每秒都用来修炼 之前吞噬神徒后 所有的御兽都大有掌机 几乎都突破了一个大等级 小燕 小黄 祭师 阿斑 大子 李龙 刘光 小草纷纷突破圣级 圣鱼诸如白皮 招财 阿淳也都达到了地级巅峰 距离圣级已经不远 阿呆更是已经发到了九十几 李准神只有一步之遥 森林的深处 一处有黑的洞穴 里面散发出幽幽黑雾 六点星红的亮光从洞穴里亮起 伴随着琐琐的脚步声 六点星红的亮光在黑夜里格外醒目 这里就是九天吗 熬屋 肯定就是妈妈说的九天 空气中的味道都不一样 熬屋 吃东西 吃东西 汪汪汪 刘光停下了脚步 看向远处 他感受到了奇怪的气息 招财秀了秀空气 然后小声说道 有宝物 穿过茂密的丛林 前方一片空旷的空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空地中央的植物被感染 一头身高两米 毛皮油光滑亮的三头犬正在啃食食物 三个脑袋疯狂争夺食物 你争我抢 时不时还偷偷下绊子 最左边的脑袋阴狠地扫了一眼 右边的两个脑袋 三头犬的三个脑袋各有思维 可以是做独立的思维 虽然不会出现某个思维 独大将另外两者吞噬的情维 但为了争夺身体的操纵主角 让另外两个脑袋沦为副手 三个脑袋之间还是经常有勾心斗角 三只心肌表狗脑袋 时常趁对方不注意咬对方耳朵一口 虽然这样没有多大的作用 但都很快乐 左边的狗头是纯黑的 像是黑色的狼群 狭长的眼睛阴狠不辣 两个耳朵又尖又水 锋利的牙齿从唇角突出 右边的狗头是纯白色 有点像是狮子群 威猛霸道 是三个脑袋里抬得最高的那一个 中间的狗头则是黑白二色 也是脸上表情最丰富的一颗 眉头高高皱起 一蓝一红的眼珠看上去颇为神秘 这是什么 刘光没有见过这种怪物 三个脑袋的狗 看上去有点好吃的样子 可刘光不同 作为一只合格的寻宝玉兽 招财认为他需要丰富的学识 曾向博学的阿黛大师请教过许多知识 并学会了汉子 读了不少书 这是三头犬 你怎么知道 刘光不太相信 你可以多读点书 我也是在书上看见的 招财指点刘光 他觉得刘光和其他玉兽 看他的眼神不同 对他的态度更有一种 说不清到不明的义务 自己只是一只 没有攻击能力的寻宝鼠 还是要和这些战斗先生们打好关系 纯黑色的狗头开口说道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酒店一趟 要不要多逛一会 这样不好吧 母亲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非常生气 纯白色的狗头迟疑地说道 母亲大人这么疼爱我 顶多关我们两天小黑屋而已 黑色狗头咧嘴笑的 你难道没有闻到 空气中香甜的食物味道吗 汪汪汪汪汪 不等白色狗头说话 中间黑白相见的狗头 在听见食物二字后眼睛一亮 兴奋地仰天狂吹 撒欢式地向前狂奔 制作不易 看完点赞 赞赏里的小红花就拜托了 高鹏的玉兽小黄居然也有做起 来自实地的地狱三头犬 沦为大慈大悲 无量金刚至尊鸦王的做起 本集故事开始 森林里响起剧烈的声音 声音成一条直线向前扩散 在森林里吸引了 不知道多少怪物的注意 当然 这对于三头犬而言 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片森林里 没有等级太高的怪物当中 首先要排除高瞳的这些玉兽 三只狗头兴奋地撕裂 眼前的猎物 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嘴角 刘光自顾自地说道 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礼 动静闹得太大 要是惊动了那些人就不好吧 望着左边兴奋地啃着食物的大声 还有最左边一言不发 沉默撕裂内脏的二傻 白英俊叹了口气 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再不回去母亲就真的生气 我能感觉到隐藏在暗中的威胁 我们必须要赶紧走了 黑大傻贴了他一眼 白三傻你胆子还是这么小 白三傻勃然大怒 我叫白英俊 不要叫我三傻 我和你们两个蠢货不一样 我生下来就比你们聪明 不要用这么难听的名字侮辱我 汪汪汪 中间的二傻兴奋地舔了黑大傻 还有白三傻一脸口水 在三只狗头的眼中 刘光就是一只大甲壳虫 虽然这只甲壳虫长得奇怪了 但是长得奇怪的东西还少了 在感受到我们的气息后 还敢这么大摇大摆 站在我们面前 这家伙可能不解 左边的黑色狗头陈生说道 我最先发现的给我吃 二傻兴冲冲地打断黑色狗头 说完就操纵身体向前刘光扑去 在现阶段三头犬身体的主导权 是由二傻掌控 他拥有一票否决犬 只要他下定决心的事 几乎就可以当作这具身体的行为 愚蠢的鲁莽 刘光冷眼望着扑来的三头犬 在他的视线里 这只肮脏的地狱生物身上 一共有37条血线 每一条血线都能轻易将它撕碎 在他的眼中 天地万物都有血线 无物不可斩 漆黑散发着幽光的镰刀轻轻一点 在最后一刻收手九分鱼力 仅存的一分鱼力 顺着空气传播在三头犬身上 扑斥 如果有其他生物 能够看见刘光眼中的血线 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血肉纷飞 毛皮沿着血线的伤口 笔直地被撕碎 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腹部 最后在三头犬的两腿中间 才堪堪停下 三头犬停下脚步 额头冒出两缕冷汗 踉呛前行一步 从腹部裂开一个巨大的伤口 只要多走两部里面的内脏 就会哗啦啦地全部掉出 流光冰冷的脸上 浮现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今夜的晚餐有着落 狗肉滚三滚 神仙站不稳 而且狗边大不 招财你应该很喜欢的 招财恶狠狠地说道 我不需要补 任何一只雄性生物 在提及这方面的时候 总是会十分地固扯而富有自信 该死的二傻 早就喊你回去 你非要往前走 现在好了 我们被两只两只甲虫绑架了 三傻抱怨着 我有时候真想别人一口咬掉 你这杂毛狗头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每天被你害死 可这怪谁 当年如果不是你自己 浪没了自己的猫 也轮不到这个二傻子 当我们的主意 三只狗头一路上不停争吵 正坐在地上的高鹏 通过血气听见了流光的声音 主人主人 我们带了一头食物回来 起身离开房间 高鹏走出去 就看见前方树林里 一只三头犬搭拉着脑袋 一脸沮丧地走过来 在他背上站着流光和招财 怪物名称地狱三头犬 怪物若点每被毁掉一个头颅 就会被削弱一部分力量 但被毁掉的头颅 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后重新生长 但新生的头颅最初会格外弱性 怪物特性守门者 地狱三头犬 地狱的守门者 它们的本真并非镇守地狱 而是来自于它们的族犬 效果被动效果 可以让地狱三头犬 镇守某处入口或者某座门 当地狱三头犬属于镇守状态时 它所有的力量会得到一定程度提升 效果二主动效果 前置条件需要地狱三头犬 正在镇守某地 激活后可以大幅度提升地狱三头犬的速度 怪物简介一种诞生于实地的 十分神奇的犬 它们拥有三个脑袋 每个脑袋都拥有独立的意识 但真正操纵身体的是中间的主 另外两个脑袋的作用 除了协助攻击以外 唯一的作用就是担任备胎 只要主头毁灭或者重伤失去意识 另外两个备胎脑袋 就会根据强大程度争夺 尚未成为新的主 所以这是一种十分擅长 勾心斗角的犬位惯 刘光不耐烦地敲了敲中间那个脑袋 好了 你们不要吵吧 都吵了一路 再吵把你脑袋敲碎 中间的这只脑袋瞬间认错 嘴角咧开 舌头吐出来 嘴巴里吐着热气 像条家养的宠物 左边那个狗头不屑冷笑 你敲呀 你敲呀 我不信你敢敲 右边的狗头微眯着眼睛 激将道 我也不信 你敲碎一个给我看看 中间那个狗头听见这两个狗东西卖自己 眉头竖起 愣了两秒钟 汪汪汪汪汪 看门去 高鹏觉得很有趣 了解的怪物越多 就越是惊叹于造物主的神奇 各种稀奇古怪的怪物都有 东方神话里的 影红神话里的 也有没有听说过名头的 现在就连西方神话里的地狱三头犬都冒出了 流光落到高鹏脚下 招财也灵活地窜入高鹏环里 看着这一幕地狱三头犬 明白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才是真正的主事 顿时脸上浮现出一抹讨好的笑容 屁股后面的尾巴摇得可欢了 嗷嗷嗷嗷嗷嗷 三个脑袋蹭在高鹏裤脚上 看着蹭着自己的三个大狗头 高鹏凝视一会儿 脸上的表情逐渐古怪起来 这三个狗头看上去怎么这么想 雪橇三傻 就像是雪橇三傻的综合体 不过现在看来只有最中间的这只看上去最准 因为它舔着舔着都舔弯了 直接舔到了高鹏脚下 忽视忽视地舔着高鹏脚底下的尾巴 舌头上的道刺将地皮刮了一层 嘴巴里包了很多的土 哈式其欧布 二傻嘴巴边上的胡子高高翘起 黑白相间的腮帮子高高鼓起 几颗土颗粒挂在胡子上 然后高鹏眼睁睁看着他将土吞噎下去 蠢祸 你在干什么 黑大傻愤怒地说道 你不要往我肚子里装奇奇怪怪的东西 虽然有三个脑袋 三个灵魂 三个思想 但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味 三傻很冷静 咬了二傻耳朵一口 耳朵打了个机灵 脑袋竖起来望着天空不动 高鹏看了一会儿 冷漠无情地说道 吃了吧 嗷呜 汪汪汪汪 三个脑袋顿时惊乱 他们疯狂犬吹着 在地上撒滚打破麦毛 这一招真的有效吗 好羞耻的感觉 肯定有效 我曾经偷偷看见妈妈 就是这么在另外一个大家伙面前这么多 小黄没有感情地走过来 右手泛着一层金光在二傻头顶一门 头顶黑白色的毛瞬间变土 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瓢子 高鹏 让他给我当作奇霸 小黄心冲冲地说道 他已经被我度化 大傻和三傻瞬间僵硬 脸上的表情极为微妙 眼珠子转动 盯着二傻光秃秃的天灵盖 心底升起一丝绝望 高鹏沉吟片刻 想到了曾经那只青丝二哈 或许这就是上天派来补偿我的 那你要把它管好 要是他闯后我哪里是问 放心吧 小黄拍着胸扶信誓淡淡地说道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狱三头犬背上 口中念叨着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我大慈大悲 无量金刚至尊鸦王的做起 以后万万不可为非做的 否则黄爷爷定取你们狗命 大傻和三傻假意奉承 同时思考退路 准备找个机会逃走 好 知道了 二傻兴冲冲地说道 那给我取个威风的名字呗 大傻 三傻 然后他们不敢置信地同时 看向二傻这个叛客 小黄沉吟 然后缓缓说道 我看你与我之前见过的几只异兽 有点累死 那我就换你萨哈拉吧 二傻反复咀嚼这个名字 越听越觉得有逼格 萨哈拉 欢喜得不得了 高兴地在这小黄在空地上跑来跑去 大傻 三傻 这是敌人啊 刚把我们抓过来还要打要杀了 你怎么和敌人达成共识了 制作不易 看完点赞 赞赏里的小红花就拜托了 高鹏来到云梦泽 云梦泽身处拥有恐怖一生 他究竟该如何应斗 勇集故事开始 年龄最大的一个老人对高鹏说道 大人 我看了下星象 去我们部落的话需要往那个方向继续走 经历了不久前的那场战斗 这些人对高鹏他们的信任增加了不少 就连眼神也温和了许多 高鹏点头 然后下达命令往老人指向的方向前进 弱弱的声音从斜侧下方传来 大人 您真的是准神御史吗 高鹏低下头 看见一团毛茸茸的头发 还有两颗黑珍珠般的眼睛 眼神里充满了渴望 好奇 还有憧憬 似乎是被这眼神所处的 高鹏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 你多少岁了 小女孩清明嘴唇说到我18岁 高鹏认真打量小女孩 看上去年龄不大 股价不大 似乎长期营养不良 皮肉包裹着这股头 颧骨明显 脸上没什么肉 是一个瓜子脸 高鹏和暗笑的 18岁呀 那你有自己的御兽吗 小女孩慌忙摇头 还以为高鹏要训斥的 说着说着小女孩就哭了出来 不敢 我不敢了 高鹏一脸菊涩 周围其他人望过来 还以为是高鹏在欺负 只是因为高鹏的余威 让他们不敢多说话 小黄嚣张跋扈地高喊道 这个时候能够回部落就好了 至于其他的都不重要 再吵就把你丢去胃口 正在低声啜气的小女孩 一口气差点没回过来 喉咙憋得生疼 汪汪汪 萨哈拉跑过来大声狂嘴 将狗杖人士演绎的淋漓尽致 本来高鹏想做点好事 帮他捉一只御兽 但也被这哭声弄得没了兴致 一直往南边足足前行了大半个月 这段时间里高鹏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追兵追赶上来 也松了口气 既然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过来 那也应该不会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 高鹏和这些人的关系也逐渐熟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也暴露出来 他们服用的丹药时间即将到达期限 如果不继续服用丹药的话 他们的状态将会重新变成原本的目标 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选择 是继续服用丹药维持自己一族人的身份 还是不服用自己丹药恢复原本的目标 毕竟就现在而言 他们位于荒野之中 也不会和一族人接触 无需担忧暴露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果用一族人的身份 和他们身后的部落的接触 可能会滋生麻烦还有事顿 所以高鹏和其他人商量后 最终决定暂时不继续服用丹药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过后 一觉醒来 高鹏几人外观大变影 原本泛着绿意的容貌彻底消失 五官俊朗 身姿挺拔 高鹏还有另外几人本来就严置不成 都是本地的天骄 等到高鹏他们露出本来模样后 其他人都有些惊讶 年龄最大的老人更是颤颤巍巍地说的 你们真的是同族吗 高鹏肯定的回复老 是的 老人老泪纵横 另外几人对高鹏他们的态度也更加恍惚 毕竟同族之意 这一路上高鹏他们遭遇了许多凶险 这九天的荒野充满了杀鸡 就算是神级玉石也有遭遇生命危险的可能 哪怕有高鹏护持 一路下来也损失了足足三人 这些都是不小心被九天的各种毒虫 还有杀人能力极强的怪物所杀死 这些怪物出现的频率非常多 没有预兽护持的普通人瞬间就会被人杀 一个人开口说到穿过这片云梦 大泽就能到达我们一部落 高鹏眯着眼睛 打亮前方这片浩瀚的大泽 大泽边缘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水泡 像是人身上长的瘤子 水泡里有黑色或者灰色浑浊的丝线 它们会随着时间逐渐撞大 在达到应该到达的极限后就会破坏 然后流出灰色的雾气 这些灰色的雾气融入空气 整个沼泽上空都飘荡着大量的灰雾 灰雾遮蔽了视线 事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小燕你看得清吗 作为一知必防 她的视力自然是非常好 但是此刻的她却看不见太远 大子偷偷摸摸地通过血气 在高鹏脑海里说道 大子一边说着 一边偷偷观察四周 高鹏里面有好多的愤怒的情绪 高鹏不露声色地点头 知道了 一主一谱 谨慎的模样同出一者 高鹏暗声询问大子 这些情绪的力量强大吗 越是强大的灵魂 所能带来的情绪波动就越强 大子狠狠点 强 脖子上的鬃毛都炸了起 高鹏话风一准 可不可以绕过去 老人迟疑地说道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路 大人 云梦泽里是不能飞行的 不然很容易遭受大姐 高鹏很疑惑 大姐诅咒吗 不是 我只是听长辈们说过 云梦泽里不能飞行 因为天空中挥雾里 有恐怖的存在 能不能细说一下 老人摇头 很是可惜 抱歉 我也只知道这么一点东西 当年我被捉走的时候 才17岁 很多东西都是 听部落里的大人们说的 17 高鹏身躯一阵 仔细打量老人的容貌 然后迟疑地问我 会更 老人似乎知道高鹏想问什么 我今年32 只是面向显老而已 深青色的树干 从泥浆里顽强地长出 几只色泽深沉的甲壳虫 柱留在附近的树枝上 背上的翅膀时不时张开 从屁股间喷出一股 令人深思的气体 泥泥的沼泽中 时不时传出几声刮明 在身后的影子里 寄生虫们得到了滋养 在泥土里雀跃了 荒乎 腐败的枯枝半沉入地面 腐烂的树叶上堆积着大量蚊虫 有人经过时 它们就会一拥飞起来 在天空中跳着舞 灰雾缭绕 云梦泽很安静 除了蚊虫翅膀煽动的声音 和各种小动物发出的动响之外 没有大的动静 有平地 有水塘 有泥地 甚至有湖泊 山丘 云梦泽的地形并不单一 有人小声说道 如果运气好 能够遇到部落的狩猎勇士们 我们或许就能直接回到部落里了 高鹏笑着点头回忆 那当然是最好的 一行人的速度很快 这也得益于高鹏他们一行人的 御兽等级不低 因为御兽等级不低 威压自然释放之下 一般的怪物都懂得屈及避凶 自然不会自讨没去 呱 低沉有如山越阵战的声音渐渐远去 潜藏在暗处的怪物 似乎察觉到高鹏他们并不好对 暂时选择了退去 高鹏催促的 走 赶紧穿过他的领地 后面他就不会追上来 潜藏在暗中的那只怪物应该有剩计 哪怕在这云梦泽里也是一方霸的 虽然无惧他 但高鹏不希望被纠缠住 导致动静过大将其他怪物吸引人 穿过这片烂沼泽泥地 前方一座大湖拦住了高鹏他们的去路 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边界 无论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 全部被眼前这片湖拦住去了 高鹏笑着说道 我们是走出云梦泽的地界了吗 恐怕 没有 胖大海盯着前方湖泊上飘渺的灰雾 这些灰雾应该是云梦泽特有的东西 我能感受到前面这个湖里有大家吗 而且这个湖的面积恐怕不小 高鹏说道 那我们绕湖走吧 不必这么麻烦 你把其他人收入阿蠢的空间里 然后你和我合体 我们从水里悄悄混过去就是 胖大海开口说道 只要不是神明即存在 有心算无心 在水里他们都别想找到我 制作不易 看完点赞 赞赏里的小红花就拜托了